我要先做的就是把那個蝦子 我要把它剝殼 我要留尾巴 這個可以先幫我冰起來 好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來打沙巴用了 只要蛋黃就好了 然後像那個提袋的部分啊 盡量把它用掉 這個東西它其實會影響到 我們待會打壽司它的那個品質 接下來我們要加點白酒 我們現在加一點點的湯 會再加一點芒果泥 那表示說我今天的沙巴用 它是芒果的香味 還是要加點鹽巴 我們要的就是現在這個質地 我現在要的就是這樣子 我現在這個手法你們也可以學起來 我們只要在材料上面 有油脂的時候啊 那個鍋子不一定要放油 反正呢一樣都有油 相對的反而在煎東西的時候 油不要太多 反而會煎得比較漂亮 來加點白酒 有沒有看到 它必須要是蓬鬆的 滑順的 哇 作詞・作曲 李宗盛 好,大家早安 好,大家早安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鮮蝦沙巴用 另外一個是 芒果雞胸 那我們現在就是因為 課程還是比較後面一點 所以說 現在芒果不是愛文 那就比較差了一點 反正總是會有辦法的 其實啊,我講芒果雞胸 我可以用100種做法把它做出來 看我怎麼弄 不要有太大的壓力 沙巴用這種東西 不是你第一次就可以拿的好了 他要練習很多事 我只能把我的經驗也跟你講 他要注意什麼 讓你們知道 接下來還是要練習 今天最難的就是這個 那其他人都OK了 現在人間一間來一排 那花弄的裝飾都練好 不是這個的話 我們就要特別有注意 沙巴用的組成 基本上沙巴用的組成 白酒、檸檬汁、蛋黃 那是基本的組成 再加一點點鹽巴 那... 不是我們刷掉的 幫我們拿鹽子 你發胡椒 胡椒、白胡椒 不會 因為在另外一邊啊 調味料都有 但是... 但是因為這邊啊 不是經常上課 他現在 怕會有蟑螂老鼠 跟一些小動物 上次我們都有堅持過 老鼠就只有現同學看過 真的 真的 上次有一隻老鼠 好 好 齁 那...它是一個... 算是醬汁也好 它很重要 它有很多美感 我們要先把它打發 把蛋白... 對不起 蛋黃打發 檸檬汁要擠之前啊 它要給滾一滾 蛋黃啊 那個擠蛋啊 要把它拿掉 盡量把它弄乾淨 因為它到時候會影響到 我們打的時候的 成品的那個... 品質 那弄的時候也小心 不要把它擠破了 弄乾淨一點 一顆蛋沒辦法打 兩顆蛋其實也不好打 沙巴用 基本上它要有一個量 我覺得三顆是OK的 好 我們先放 點檬汁 然後它其實有一個比例在 原則上是1比1 我所謂1比1是什麼 蛋黃跟水分 我說水分是什麼 白酒跟檸檬汁 不是1比1比1喔 是1比1 那個白酒跟檸檬汁是加在一起的 最少 最少是1比1 你多一點點沒有關係 可是你不能... 不能少 少的話 我們在打的時候它會變成1 沙巴用打起來的話 它是裡面有空氣的 它看起來是很滑順的 它看起來是蓬鬆的 然後我們加一點點糖 我的湯只是在緩和檸檬汁的酸味而已 然後我加一點點油 這是... 芒果泥 那我今天加芒果泥的意思就是 我今天要做的是 芒果風味的 爸爸用 用的時候 我們可以拿蛋殼 打開蛋殼不是一半嗎 大概就是2 我剛剛也有檸檬汁了 通常我會再加一點 多加一點點 接下來 在這裡先打散 另外一個我忘記講了齁 打沙巴用的打蛋器 我是隨便一支打蛋器就可以用了 它最好是夠細的 因為夠細的它才有彈性 它有彈性 它才可以把空氣打進去 它看起來已經有一種 紅松的這種感覺 接下來我們要隔水加熱 隔水加熱就是要把蛋黃煮熟 它不用大滾 可是它要有一點沸騰的那種感覺 我們現在先把空氣打進去 再上火 我們只要一上去之後 就不能停 因為持續在加熱 你一停的話 蛋黃又熟 你就沒有辦法 打得好 我們再加熱 蛋黃會慢慢的熟 然後蓬鬆感就會 維持 我們放些些的 OK 接下來如果說 我們加澄清奶油 慢慢的打進去 它就是荷蘭提斯 如果我還有加 塔拉槓 冰層膏的話 它就是 這些都是 的一些基礎醬汁 來我們就蝦仁 胡椒 然後稍微用油下去 潤一下 這個鍋子剛才有燒喔 所以你等一下 也是要先燒喔 謝謝 白酒 接下來我們只要把它煮熟就好了 問同學 是會有加油嗎 沒有啦 加不加油其實 我會看 一般來講 本來就是應該要先加油啦 那我這個方式 其實也是可以用 我會先塗在 材料上面 如果說我喜歡 要煎上色的時候啊 放油放少一點 煎的痕跡要漂亮 表面要上色的話 其實油要少一點 或要熱一點 好 搞定 熟就好了喔 不要煮太久 不要讓它乾掉 你看我把背開住了之後啊 打開 好 我把 把背 那個 靠 再錄影 我把背打開的時候 它等於就是會 多了一個 支撐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這樣子 接下來就是 裝飾了啦 好 我這邊 來看我早上去 你覺得你們在看老師示範的時候啊 思考一下 因為我們等一下擺盤的時候是 白色的盤子 是圓的 然後你可以 思考一下 現在正在動腦的時候 就想一下 擺盤沒有規則 只要看到有顏色的啊 可以的 我們就把它 點一下 點一下 但是我們這一盤是主菜還是 還是 沒有菜 前菜 這東西等一下要擺 一盤 開胃菜的樣子 擺兩盤 也可以 但是就是 其實因為我們蝦子六隻嘛 你看你要怎麼擺 可以擺一盤 跟老師一樣的 另外剩下兩隻 還不能吃掉 好 那這個是 這樣子 然後我現在用的是原本 好 我要你去借 杯子 的動法 好 很好吃喔 好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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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有錢 用手針好不好 這個只用怪怪的 就不吃了 你看這些可以開東西 好好吃吃 唉呀 好 就這樣就好了 每個同學都試試看喔 是酸的喔 然後這樣我們加了一點糖 可是沒有感覺喔 是鹹的喔 不要做出來是太甜的 插發用本來就是酸的喔 對 所以你不可以做錯了 好 這樣子 好 謝謝師傅 師傅我先把它拌到 可以拌到我地方 謝謝 好 我們拔胡椒 待會你們要我們這個鍋子要小心齁 我還是要提醒一下齁 因為它這邊已經燒壞掉了 所以說它這樣子的話會跑 所以在它移動的時候啊 要不然就這樣子移動 要不然它就要像我的樣 就是要夾子去輸它 尤其是裡面要是有油啊 有什麼東西的時候 可以的話最好就是不要移動它 剛剛有說過了齁 如果說我們要煎得漂亮的話 鍋子一定要熱 油一定要少 今天菜其實不難 可是啊 沙巴用會把你們搞得 沒有自信 今天我們要用這個鍋子 我要的就是它的痕跡 所以說如果你鍋子稍微不夠熱 痕跡不夠的話 那乾脆就直接用fry pan 底鍋煎一煎就好了 好 現在這樣算是90度 斜放45度 斜放45度 它就是不靈紋 那現在的話 我就可以關小火的 大火只是剛開始而已 我不要的那個是很急 接下來我要它熟 蓋起來讓溫度在裡面循環 它會熟得比較快 好 接下來啊 就是要讓它熟而已 就很單純 接下來我要做的就是 要搭配雞胸的 要擠檸檬汁 要擠之前我們滾一滾 因為我已經關小火了 因為我要它熟 我就要關小火 那你不能從頭到尾都大火 好 讓它燜著就好 我需要一些橄欖油 要一點 把它拌在一起 拌一半 現在再來我們再做另外一個 我要講老鼠 老師是你講的嗎 這是你的攝影師嗎 我已經忘記那件事了 我打賭你現在請拜會 等一下你關掉 要不要煮 要不要煮 我給你們全翻煮 來 沒哪一支 這是第二種做法 是嗎 對 原本 本來我們獎益上面寫的 冰奶汁 然後再加上那個芒果 把它打成泥 放進去 跟它攪拌很多 然後因為那個芒果 現在沒有中型 所以我們有叫芒果泥 它如果在家裡是芒果的話 是不是 這個東西啊 你們明年的芒果 那個艾文產生技出來的時候 你第一次要再做一點 它很簡單 這個看一看就好了 然後接下來就敗一半 然後把芒果切給你 開一半 這樣就好 肉法很簡單 很好吃 原則上它是要放涼 因為它是沙拉 我覺得等一下兩種都可以做 然後我們先看師傅做完 你自己選一個好不好 如果你想要兩個都用的話 那就快一點 其實OK啊 那個準備要打沙巴用完 打沙巴用完 打沙巴用的水就直接煮 急凶了嘛 對不對 那個其實很 不會多 多的好時間的 先洗一鍋水而已喔 等等啊 我們 最後啊 所以去看你打沙巴用的樣子 好 好 好 師傅這也算鹹菜對不對 師傅這也算鹹菜對不對 這個其實它是沙拉啦 那這個的話我們可以當食菜用 好 同學那個平底鍋也先了啊 等一下有網子的啊 有網子在前面喔 有網子在前面喔 跟之前一樣 有網子在前面 然後你如果要拍賞品的同學 老師有用一個攝影 攝影網 不是 用一個那個 菜的那個位置 還有菜塔 你可以去拍 那老師拍完會傳給你 現在先準備蝦子的部分 還有雞胸肉 然後如果你要來 做那個雞胸肉的網子的話 可以 就是要來 現在就要來了喔 就慢慢排隊 好 雞胸一個組 一個水組 一個肩 所以只能借一個喔 如果你不要網子 可以用自己的組別的 平底鍋有兩個 那兩個都可以用 一個用蝦子 另外一個肩雞胸 如果你不要來拿網子的話 啊 怎麼 可以這樣呢 然後等一下就關小火 關小火 等一下蝦子要出 等一下蝦子要出 不用拿起來 等等要熱過了嗎 你們蝦子準備好了嗎 還沒嗎 還沒嗎 還好啊 好了齁 快好了 那就準備好 你就關小火一點 來 現在有要煎雞胸的 可以 可以來囉 另外一個呢 等等 要煮 好 所以他們如果先煮雞胸 再打沙包 有影響嗎 沒有 沒有影響 所以他們等等 再來看一次 試的時候 他們把雞胸放進去 雞胸 雞胸 雞胸